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維 本集影片開始前 坑請您幫我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讓本頻道有持續下去的動力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欣賞 2023年4月2日在比利時舉辦 第107屆五大古典賽之一的環弗蘭德斯 本屆參賽的選手包括了 9天前拿下13賽冠軍的Walben R Machew Vanderpool 他是上一屆環弗蘭德斯的冠軍 也是今年米蘭聖雷默的冠軍得主 Tade Pocaccia 他是今年巴黎尼斯賽的冠軍 他在去年環弗蘭德斯最後衝刺階段 認為Vambara不當卡位害他差點摔車 也因此失去奪冠機會 賽後還很激動的跟Vambara理論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上方的連結 本屆比賽全程有273.4公里 Machew Vanderpool是2020-2022環弗蘭德斯的冠軍 如果這次再拿下冠軍 就可以和另外6位前輩並列為環弗蘭德斯史上最多勝的選手 主集團一波摔車以外有7名選手摔車 Inter Marche的Taco Vanderholm也在主集團中摔車了 終點前169公里領先集團有5名選手 接著主集團陸續有3名選手發動攻擊去追擊領先集團 他們追到了領先集團形成8人的領先集團 其中身穿比利時國家冠軍山的是Pimberlier 充點前143公里 主集團發生了一波大規模摔車意外 80勝利車隊的Flip Maschuk的一個疏失造成30多人摔車 121的重要戰力Tim Wallens身受重傷無法繼續比賽 Flip Maschuk因為這次的事故被取消資格 之後他也在Twitter上表達他對大家的歉意 又有幾名選手在主集團中摔車 2019世界冠軍Max Patterson從主集團中發動攻擊 很快的被集團抓了回來 距離終點101公里 主集團和落後領先集團2分36秒 從主集團分裂出一群9人的追擊集團 追擊集團中包括上上屆的冠軍Kaspin Askren 終點前79公里 追擊集團即將追到領先集團 主集團又發生一波意外 有7名選手摔車 其中包括Kiyama與Mohorych 主集團前段UAE隊員們開始加速 Pogaccia開始發力往前追擊 Omah稍早有在摔車人員名單內 不過還好沒有大礙 Crystal Flop Pro上前咬住往前追擊的Pogaccia Pogaccia 不久後他們被後方的第三集團抓到了 Pogaccia在這個爬坡再次發動攻擊 Pogaccia在這個爬坡 Achew Vanderpoe緊追在後 Omah也追了上來 2019世界冠軍Max Patterson 從領先集團單飛的出去 Machew Vanderpoe從第三集團發動攻擊 Omah與Pogaccia似圖跟上 Omah跟不上逐漸掉隊了 Machew Vanderpoe與Pogaccia追到了第二集團 Omah所在的第三集團還落後53秒 隊友在Omah前面協助破風 Pogaccia在第二集團中 前面是Mateau Chantin幫他破風 Mateau Chantin是2018歐錦賽的冠軍 因此他袖口有歐洲冠軍的象徵 當年的第二名是Machew Vanderpoe 第三名是Worben R Pogaccia發動攻擊去追擊領先者Max Patterson Machew Vanderpoe逐漸被拉開 Pogaccia超越Max Patterson後成為新的領先者 接著就開始標速 因為先前幾次的經驗他知道 如果最後衝刺階段跟Machew Vanderpoe等 衝刺好走較勁比較沒有勝算 因此前面爬破段要盡可能拉開 Machew Vanderpoe也超越了Max Patterson 成為目前的第二名 Machew Vanderpoe賣力想要跟上 Machew Vanderpoe追得很賣力 Machew Vanderpoe在第三集團中還落後一分鐘 Machew Rei Machew Sam Machew V Machew V 鵬花甲在一間闖進最後的一公里 看得出來Pokaccia也是逃得很辛苦 最終就是Pokaccia逃脫成功 奪得了他生涯手作的還佛蘭德斯冠軍 一吐上一屆的怨氣 去年冠軍Machurvanderpo這次是第二名 接下來是多名選手要來搶第三名 最後是Max Patterson以謝維的差距贏了WR奪得第三 我們會看到Pokaccia逃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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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這集的影片 希望您會喜歡 最後再次懇請您支持本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